你做包丹的防球 就很容易造成對方的一個失誤 揚著移車球有點不太小心 瓜可 Sherry要小心真名球員 瓜可 要小心哪個立球這裡 麥克風在手 嘴巴 尾掉 進來 再往二分 剩下一秒鐘 瓜可 沒有 麥克風在手 雙手拉動 快點上來 不要趕快回防 對 這個時候不要犯規 趕快回防 不要犯規 不要犯規 瓜可 楊哲宜要去斷這個球 好好的出手沒有 兩個都犯規 不過目前這個狀況 倒是對新浪隊比較有利的 因為加拿大隊目前的犯規 只有兩次而已 所以等一下加拿大隊要執行這個 強制要讓新浪隊罰球的話 等於犯規還多犯兩次 而且現在好了 就算讓加拿大隊罰球 罰境的話呢 中華... 新浪隊還是領先 而且十點多秒 在新浪隊控制之下 只要不要發生失誤就好 理不出手都沒關係 對 不要發生失誤就好 所以當然呢 等一下還有一個狀況 在怎麼罰球的籃板的部分 這個加拿大隊呢 如果第一球進 或者是第二...不管是如何 第二球的這個籃板呢 一定要保護 對 現在雙方的教練呢 現在最後的關鍵時刻呢 耳體面命一番 因為這個分數的差距 並不是太多 但我們希望新浪隊 能夠在這場比賽 讓所有眾多支持他們的球迷呢 能夠把快樂 持續到最後一刻 這個過去 打過新浪隊前身 紅博隊的籃球博士 目前立馬委員 哈龍 鄭季隆先生呢 現在也在場邊的 非常關心這場比賽的發展 對 就從東濱剛所提到的 現在對新浪隊控制的 中式球來講 不失誤是最主要的一個關鍵 對 你球只要不要掉 然後加拿大隊 一定會採取犯規的一個戰術 只是說 加拿大隊的犯規的戰術 的次數來講 目前只有犯規兩次而已 這個對現浪隊是比較有力的 對 先來看 現在佔領之後呢 加拿大隊的罰球了 要由八號的 Wyron Bodry來罰球 好 還是非常穩 這個球的籃板要特別特別的小心喔 因為他有可能搞不好 力道變一下故意罰不進 好 兩罰都罰進 83比81 不要失誤喔 然後這時候是給加拿大隊的一個犯規 沒錯 其實裁判也很清楚加拿大隊的譯述喔 他第一手 Baudry也是 第五次犯規嗎 那應該是午飯畢業了 對 午飯畢業 這個新浪隊的 兩位球員午飯 加拿大 這個加拿大隊有一位球員午飯 新浪應該是只有 黃宣球 黃宣球 黃宣球午飯 好 現在輪到新浪這邊也喊暫停 這個真的最後關鍵時刻 大家都很怕出錯 沒錯 尤其是在發這個邊線球的時候 通常這個發邊線球的情況 最容易 當發出來的時候 最容易產生所有落過 所以 這個時候呢 也喊了一個暫停 我想 對加拿大的球員來說呢 剛才在後半段的時候 幾次出走 說實在的運氣有點不太好 這個球 看起來不太容易失誤的球 不過就產生了失誤 也讓新浪隊有機會 把這個分數追平甚至於超前 對 現在對新浪有力的是 現在 從前 這個前場來發球 對 你可以少掉從後場發球 被對方這種包夾防守 才可以壓力 場上 然後 我想應該 比如說 新良阿三 這幾個 這幾個 老道的球員 他們最後 球應該多多交在他們手上 對 我想 在 不論是在 接引球的部分 這幾位老將 互相擋人 接引球的這個部分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就來看看最後9點1秒的時間 就來看看最後9點1秒的時間 好 好 就來看看最後9點1秒的時間 好 趕快給阿三哥 好 趕快 趕快 馬克里修趕上來 以最短時間來犯規 對 這個球放在阿三的手上啊 大家就比較安心一點 對 這個球放在阿三的手上啊 對 現在就是第四次了 對 時間好 6.4秒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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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9.5 哎呀 這個球如果上一次發球的話 就是今天 我覺得前面發球 沒發進都沒關係 多算了 都算了 算所有發球就好了 只要兩罰都發進 江龜折哭 前面什麼時候我們都不記得 而且還記大咕 江公哲這台祭大功 麻煩你了 尚文凡 尚鴻學這時候 把你的準心 趕快放在你的眼睛上面 要對自己有信心嘛 這是很重要的 之前幾次罰球都是力道大 先進一個罰 YES YES 目前阿三已經退回來了 阿三跟阿良哥已經退到後場了 再一個 輕一下這個球 如果有進的話 就不要犯規就對了 還有兩發中一 帕克交給Sherry 有三分 OK 時間到 這個位置跟昨天日本隊 一模一樣 協鎮貴鴻站的位置 一模一樣 昨天日本隊進 還好今天加拿大隊沒有進 對,新浪隊來講 這是一個Nice Ending 完美的句點 再來看剛剛這個球 其實控檔是很大很大的控檔 沒錯而已 只是Sherry最後沒有掉進去 加拿大隊教練也覺得可以了 我要的戰術你也有給我指